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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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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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跳 你有艳势人啊 这两个 不是 这教练 冻似的 沾似的 腿脏了 啊 哎呀 还还疼啊 下不来吗 没来 哎呀哎哎 疼疼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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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下来 下来 这 这 这边 哎呀 哎呀 把我吊一个 来 哎呀哎呀 哎呀 活动活动啊 来 活动活动啊 来 来 来 往前 擦前面了 后边 后边下来了 哎 哎 哎 你 哪儿呀 教练哪 太冷了 你别说 我冻上来去呢 不是 那你这个先喝一会儿吧 我先挠挠挠挠挠挠挠 你真的不好挠挠挠挠挠挠 哎 在这个三位评审点评之前呢 我感觉 他们俩有个共同之处 哪儿 因为今年在我们聊事春晚上 本山老师带着刘晓光 嗯 演了一个小品叫中奖了 对 其 其中有一个在下热水池子 当中的一个表演 对 刘晓光表演的就很好 非常好 咱们现场要不要再回顾一下好不好 好 好 这个 我觉得 这个让我诗中演一下 是这样 因为两位 刚刚他下了这个冷水池嘛 你要下热水池有个对比 来现场的好朋友掌声不够激烈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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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在聊事春晚的花絮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本山老师演了 对 我的天哪 太有生活了 就感觉跟自己下热水池子的时候是一样的 对 那个感觉太坚实了 这东西 哇 来 梁后达老师 啊 看了这个对比以后 我们对我们这个机型小品有什么典型 我现在倒说点常识吧 嗯 因为我家老家哈尔滨 嗯 东勇在我们老家比较常见 呃 刚才他的表现呢 有这样几点 一个是 东勇之前呢 要先用血在身上搓 不能站在岸边再搓 那就来不及了 再一个有人说 东勇这谁敢干的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 人体的温度虽然是37度 但是外边室外的温度是零下 嗯 这个水既然没有煎冰 它就是零上 所以这是为什么能进行动勇的一个状况原因 是 那么刚才他的表现呢 其实是把这个初学动勇者 嗯 害怕寒冷的一个劲头演出来了 这是很好的 来 郑彤老师 不错 刚才这个流畅的呢 我觉得 呃 还是应该用比较准确吧 准确 在表演的这个度啊 把握得非常好 让人没有感觉到你是在很夸张啊 啊 真实感比较强 那么至于说他跟生活的真实有多少距离 就像刚才这个 啊 梁龙大老师讲的是吧 真正的冬勇是一个什么样子 你接触的是冰 还是水 你被那个那个最边上的时候什么状况 这个大概没有这个生活都很难的体验出来 但是就我们一般人情况 来感觉到你的这个冷 这个感觉 我觉得还是对的 尤其你们这个喜剧结构 我也感觉的非常好 他一个喜字非常鲜明 所以让大家非常看着很开心啊 就这样 谢谢江光老师 谢谢 演的很好 就是但是 因为这是哈尔滨的 经常看着动用的 我都觉得就是 前面这些准备的都是一个初学者 就是准备要动用 因为你喜剧结构就是按这么建立的 但是在试水的过程 我感觉到你在试的是热水 没感觉到你试的是凉 来咱们有请本山老师 给我们示范一下 不是啊 不是啊 来来来来 这个 不是 不是 咱确实没动用过 但是这个 我也没动用过 但是凉和热 你看小光演那个小品的时候 嗯 我光教他这个就连上台 我们看到滑水 因为我经常是 就是他这个东西稍稍差一点火候 你比方说热水池吧 热水池 一帮老头坐的洗澡是过去小时我感受的 我也下过热水 我也下过凉水 嗯 下热水之前他这个 下去他为什么他要叫 叫的一声 他其实有 有一个 还有一个险 就是他这么热 周围谁都没下去 就我能下去 还有周围这个环境 所以 下热水之前是这样的 凉水和热水呢 一定要干凉水就是 凉水就是其实 你要是动用 第一个动作就是 搂起 知道这是凉的 用不着去试 就直接就是 先是搓腿 完事你俩脚都不能停顿的站的 哎呦 但这一停顿就沾上 因为你为了设计沾上的动作 热水就不是 热水是 上了之后就先你这 哦 这先有这声 完事就是 哎 哈哈哈哈 就这样 拿出来 拿出来 哎呦 嗯 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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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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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全身下去那一劲 那就是爆喊一张 哎呦 哈哈哈哈 是这个 我说 现场 因为我每一次上小品之前 我都一直盯了个现场之前 要上台之前我还嘱咐 哪一段落怎么表演 哪一段情绪怎么表演 后来大家记住了 这个小品记住 就是洗澡记住 是最清楚的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段落是最清楚的 演员的生活细节呢 是最重要的 你要表达啥 就能看出你这个人物出场 你带来的任务是啥 你前面都是第一次要去动用 就是看着这是一个老动用者 你在那里 你给就给穿来的 完了你穿大表 多多说的 假装了 就是不断的跑 其实动用之前是跑中冒汗的在动用 除了一身汗 你才能用血搓 把水都搓红了 就一下就下去 没有停顿